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简构空间 改变原有的制约格局 让空间动线更顺畅 并运用视觉效果的延伸 将小格局放大成大屏数 让原有空间再生 透过设计手法创造无界空间 虚化室内外界限 引入天光绿意 创造自然窗景 赋予居所温暖舒压的氛围 为居住者量身打造使用居所 一个家最重要的就是格局动线 那格局动线对了 就有顺畅的行为模式 那行为模式对了之后 就会有舒适的生活 即将退休的屋主 希望将家人同住的透天错顶楼楼层 整修装潢 规划出自己的小天地 而老债常见的斜屋顶 凌乱格局及阴暗的室内空间 要如何整顿 才能将原本所拥有的山林绿意 与蓝天白云引入室内 打造出明亮广阔 作用如画美景 又富有高机能性的舒适住宅呢 这个家挑高很高 更棒的是 博胜 它是斜的屋顶 是 因为当时我们收到 屋主从美国发回来的这个mail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斜屋顶 原本就是 对 斜屋顶的立面 那时候我们就在想说 我们把整个空间最好的部分 留给公共空间 是 而且我们把这个轴线 从屋顶的这个轴线下去做发展 从前面的客厅 那一直到楼梯到餐厅跟厨房 然后把它串联起来 你说轴线是指这个吗 对 是屋顶的这个 最高的地方的这个长轴线 因此公共空间部分就是 你说留给最好的原因是因为 它挑高最高 这么特别的斜屋顶 原本也就是这个样子 还是你有做了一些改造 其实我们那时候就是 努力把它斜屋顶的结构 把它裸露出来 这样子才能够整个传达 就是更loft的感觉这样子 那包含就是说 其实这个案子 它本身是坐东朝西 是 那其实光线对这个房子的影响 非常的大 那从早上 从东边起来的时候 事实上它是在餐厅的地方 那反而是说我们在厨房的时候 其实煮早餐 甚至于用一些简单的早餐 醒来的时候就在那边 是 到中午的时候 可能透过这个天窗 然后可以借由这个 中间的这个天光下来 是 那投射在我们的这个楼梯上面 那一直到下午的时候 事实上在这个客厅的时候 整个可以看到整个夕阳 事实上是非常舒服 你这样就更让我觉得 这个留白的好 因为整个家的光影跟颜色 会随着光线做改变 并且这个空间是没有阻碍的 是可以一眼望过去 是 因为当时在想的时候 因为这一只楼梯非常的重要 它等于是这个空间里面的一个 前后串联视觉 跟楼上楼下的一个串联 那我们那时候的想法是说 希望能够把线条剪到最小 那它就像是这个空间里面的一个 装置艺术一样 是 所以你说刚好嘛 这边是客厅 那边是餐厨 然后楼上楼下就靠这一只梯子 是 所以梯子做得特别的薄 因此不会有任何的阻碍 在视线的部分 没错 这整个空间里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 后面的这一只楼梯 其实在这个楼梯的一个 踏街的一个精准的计算的时候 当时我们的工法是 其实是先把楼梯经过精密的计算 每个阶高 然后把它遮叠之后 然后再经由RC的烧灌 那RC的部分其实是将钢垢 整个跟9mm的铁板焊接之后 再用板膜把它塑形起来 那这样子才能够达到 每一阶跟每一阶之间的一个 平均的踏街是相同的 其实基本上就是用一种垂直水平的手法 去表现这一只楼梯 那能够让线条简单了以后 其实在空间的串联上面来讲 视觉上面就不会有太多的一些 不必要的线条的阻隔 那也能够把阁楼跟楼下的这个界面 能够连接在一起 那这个梯其实就像是一个装置艺术一样 对这个空间而言 合掌视线屋顶拥有先天的跳高空间 屋主想要增加私密的阁楼领域 设计师要如何将阁楼打造成像公共空间一样 拥有窗景明亮的光线 且不会让下方餐厅产生压迫感呢 来走雕塑屏的楼梯 刚够的够薄又够稳好看 并且这边的位置 真的是 在我们的公共区域的左右上下 楼梯刚好是个连结 来到阁楼就会有秘密基地的FU 这个特别 可以踩吗 这OK吗 真的可以踏吗 博生 这OK吗 这不是没有问题的 非常安全 那这就像大峡谷一样的 那个玻璃步道是一样 这么的稳固 那大峡谷是为了往下看 我们这个是为了看餐厅吗 对 事实上我们在做这个阁楼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说 避免楼下的压迫感 所以我们那时候的想法是说 能够在楼下餐厅的相对位置 能够用玻璃的穿透感 那让它能够有一些视觉上面的串联 如果人在下面的话 不会感觉很压迫 可以往上看 是很通透的 对 没错 那也可以让在这个空间 跟楼下餐厅的空间的人 能够做一些视觉上面的一些流动 那光线呢 是不是光线也在顺便带进去了 对 当然 如果说这边的光线 一样也可以透进来 刚刚好又是餐桌的位置 是 那现在我们位在这个阁楼的位置 他们家是怎么用的 其实屋主希望能够在阁楼 就是说能够做做瑜伽 或是说当人多的时候 朋友来的时候 可以在这边打地铺 是 或是说像我们这样子 可以坐在这边聊聊天 泡泡茶 你也把这个view 景色的部分切得刚刚好 对 因为基本上这个铁板来讲 我们事实上是把它刻意地拉低 那希望是说能够把视觉上面 能够把这边再带出去一点点 然后能够把外面的视觉 能够带进来这样 如果没有这个铁钢板的话 事实上可以看得上面 看得很清楚 可是如果上面有人要睡觉 或休息或打字的话 反正没有了隐私感 对 没错 那这样看过去的话 从这个view这样看过去的话 干干净净的 你不会这边多一点点阳台 这边多一点点的电视 没有 非常简洁 变成这边独树一格 在这样子一个阁楼当中 你也没有做过多的其他的设计 也是让它留白了 对 没错 其实因为基本上来讲 这个Loft 其实它的屋形本身就非常有特色 那为了让空间干净一点 所以我们希望还是以留白 那你在视觉上面 其实你就会看到户外的绿 是 然后跟屋形本身的一些结构 包括光线的变化等等之类的 是 万一有一些姐妹兄弟 要在那边聚会 带了自己的游戏 毯子 抱枕 这个地方可以随你尽情自在地布置 这个组卧很长 对 从最前面的部分 我们就是当书房使用 透过这样的一个轴线的发展 那也不浪费空间 也不浪费走到 是 那把整个空间机能 全部串联起来